第1151集,优雅的老太太 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了,有些事儿我不得不说 拓拔青碗打通了他的导师的电话 墨小鱼也没睡,酒店的窗帘掀起了一脚 看到拓拔青碗上了车,然后驶离了酒店的停车场 墨小鱼拿着酒瓶考虑良久 没想到自己的话真的说到拓拔青碗的心坎里了 到底他在想什么?难道是自己说的关于李源日的事情吗? 墨小鱼甚至想到拓拔青碗去见李源日了 但是这事儿太诡异,想来想去应该不大可能发生这么离谱的事 一大早,有人在敲门 墨小鱼走到门口,隔着猫眼看了看 发现是拓拔青碗穿戴整齐的站在门口 哟,这么早啊 唉,你倒是能沉得住气 我以为你比我还着急呢 昨晚睡得好吗?墨小鱼似笑非笑地问他 拓拔青碗一愣 知道墨小鱼可能发现自己昨晚没在酒店里住 于是说道 忽然想起昨天晚上有个设计图要交稿 所以就回家住了,没耽误你的事吧 没事儿 我就说吧,我们来这儿肯定会耽误你工作 哎呀,你忙,你真的不用陪我们 墨小鱼说道 唉,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 说好了的是转脸就去忙自己的了 让两个人陪着我 一个是画牢,一个是冰山 我们还能玩什么呀 拓拔青碗可算是逮住了投诉的机会 耶鱼道 还有这事儿啊 墨小鱼不好意思地笑笑 好像拓拔青碗说的不是踏实的 在街上草草吃了早餐 然后坐拓拔青碗的车 直接去找他的导师了 但是让墨小鱼没想到的是 原来说好了是在大学里见面的 但是临时改在了他导师的家里见面 这是一座很老的居民楼 很像是原来的桶子楼改建的楼房 你的导师就住这儿啊 墨小鱼问道 这里呢原来是大学老师的宿舍 后来房改老师也没在搬家 直接就把这儿买下来了 外面看起来很破旧 里面还行 拓拔青碗说道 拓拔青碗走到二层的一个门前 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干练的老太太 大概有五六十岁的样子 今晚你来了 哟 这就是你的朋友吧 快进来快进来 我这茶呀都泡好了 老太太热情的把墨小鱼等人引进了屋里 看得出来 可能是因为墨小鱼等人要来 所以屋里收拾了一下 就连老太太自己都打扮了一番 灰色的旗袍让老太太有了一种不是她这个年纪的优雅 谁说老年人就该凑合呢 这老太太就显得很有精神 和与众不同 这位就是我的导师 李老师 老师 这位是我的朋友墨小鱼 是一个画家 搞艺术的 对古董和玉石也挺精通的 对我的事业帮助很大 这位是他的小妹妹 顾依依 对一些神秘学的见解和研究 比我还厉害呢 拓拔青碗很会做人 几句话就把在场的人拍的 那叫一个舒服啊 嗯 好 坐下说吧 李老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披肩 率先坐下了 墨小鱼看着这屋里的四面墙上 最多的就是书籍 其他的摆设很少 但是让墨小鱼最感兴趣的是 宋朝时期的一幅地图 不禁多看了几眼 因为在这幅画中 最显眼的当然是镶嵌在地图心脏位置的 西夏王国 这位老师姓李 难道也和李源日有关系 李老师现在可以说 是中国古文字 还有神秘学的泰斗级的人物 他是中国现在仅有的五个 认识西夏文字的人之一 拓拔青碗再次隆重介绍李老师的 你这个丫头啊 就是嘴甜 把这屋里的人啊都夸了一遍 怎么不夸夸你自己啊 老太太和蔼地笑笑 让墨小鱼感觉到 这位李老师和拓拔青碗的关系 绝对是非同一般 那份宠溺的表情 绝不会仅仅是师生关系就能表现出来的 算了算了 再说就把我自己也说进坑里了 小鱼啊 你还是先说正事吧 拓拔青碗不好意思的吐了一下舌头说道 顾依依看下墨小鱼 墨小鱼点点头 顾依依这才打开了书包 拿出了一个布包 布包也是包了好几层 最后才露出了一卷发黄的古书籍 别看着老太太年纪不小 但是脑子一点不糊涂 看到这本书之后 先是伸手想拿起来看看 但是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起身到了旁边的桌子旁 拉开抽屉 拿出了一双白色手套 纤细的手指戴上手套有点矿 待她拿起这卷经书翻了翻之后 脸色非常凝重 没有再翻 而是抬头看向墨小鱼问她 这卷书是从哪来的 墨小鱼跟她解释了一番之后 哪知道老太太站起身来 墨小鱼和在座的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也跟着站了起来 老太太摘下手套后 在墨小鱼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举了一躬 哎呦 李老师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可受不起啊 墨小鱼说道 墨先生 你受得起 这本经卷 是中国神秘学的鼻祖 虽然这只是一个手抄本 不是原来的竹简 但是这足以震惊世界了 也能解开许多神秘的难题了 李老师有些激动 伸手握着墨小鱼的手说道 墨小鱼有点懵啊 但却还是很镇定 闹了半天 老太太是向重这本书了 怎么着 想要给自己要回去啊 门都没有啊 呃 那个李老师 我们是来请调问题的 也不是来鉴定书籍的 我知道这本书很贵重 可是我不想现在就捐出去 墨小鱼直接一盆凉水 浇在了老太太 希望的小火苗上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有些激动啊 呃 是这个小娃娃有问题吗 李老师客气地说道 对 他有些问题不大动 想要向李老师请教一下 墨小鱼说道 唉 有些问题啊 我们还是私下探讨吧 走 我们去书房 老太太虽然刚刚有点失态 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优雅 带着顾依依去了书房 不是叫你 我自己乱以后 我自己乱以后 不要乱以后 时要乱以后